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60亿 有没有可能 不知道 有可能 看着架势 然后还有一个是22这部纪录片 讲未安妇的纪录片 一个纪录片 票房竟然也过了亿 所以有人把这中国电影现在两个成绩 或者说两个现象 昨天咱们后来我倒聊到了最近日本NHK 放的一个731部队的纪录片 这个我是看了 但是昨天引出徐老师 到当年德国纳粹的一些故事 还没讲完 我们还想听 那个731电影里 我就想起了当初德国他们也做这样的实验 他们后来揭露出来 他们为了训练德国的飞行员 因为德国飞行员可能会被打落 飞行员非常宝贵 这个先知道 二战的时候飞行员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像英国的命运就决定在几百个保卫伦敦的飞行员身上 那么因此他们要训练 要看到这个人掉在很冷 挪威那边的海 假如掉下去了以后 怎么样能够救回来 你们明白吗 那么他们就要做研究 他们怎么做研究呢 他们就把犹太人 很难的就把他人工冰冻 冰到快死的时候拿上来 然后用各种方法去试验救他 这个都是有实际历史记载的 热水 火炉 然后最特别的一个方法就是女人 就是叫犹太的女的上去 你要是能把他救活 你就活命 你要是救不活 你也死掉 所以犹太女的上去 也是什么都不用其极 然后德国人就在后面的那个窗口就看 他们的试验就是说 两个女的上去效果好 还是一个女的上去效果好 证明出来 他们的研究证明 就是说人在什么都不清醒的话 最早清醒的是小弟弟 居然是有这样的情况 那你想这个 这个后来美国人都完全给他记载 全查出来 就是说德国 就是说很残酷 最基本就是违反人道 那在德国就有这么一些审判 这些审判的一个大前提 就是说 你不应该为 你可以不为希特勒服务 你可以不为 这一点呢 就是 所以后来凡二战期间 为希特勒服务的人 当然也有人也被理解了 你比方说 保时捷 这个设计师啊等等 也被理解挖根啊 什么什么 但是 实际上就是受谴责的 换句话说 他认为这个社会 德国这个社会 即使在战争期间 你还有一个空间 你可以不做法西斯 你可以回避 可以回避 有吗 有 对他们 就我跟你讲 那个展览就是这么 他全德国 比方说那时候的律师 我记得他统计的 清清楚楚 凡是指导律师 比方说三千个的话 他们就会说 有差不多一千个 是积极的为纳税服务的 有一千多个是中间的 有一些就停业了 停业 这就好像日战期间 你看梅兰芳留胡子啊 你明白吗 就是这种情况 个人是有选择的 就是说我至少可以 消极的退步 不仅是这样 连军人都是这样 很多德国军人是专业的嘛 所以战后审判的时候 就是并不一定 所有的将军 都是希特勒的党徒啊 有些人不一定是纳税 他是职业的将军啊 坦克军团司令啊 所以后来也有审判啊 就是说你到底是执行军令呢 还是说 你看你要打仗的时候 他不算你罪啊 但你要杀犹太人就是罪啊 所以他德国的这个整个反省 他都建立了个前提 就是说 虽然战争期间 国家利益是至高无上的 但是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或者你作为个军人 你作为什么 你其实有责任来抵抗这一条的 日本没有 请记住 在日本任何情况下 你只要是为天皇的 你这个理由就是被原谅的 那我 就是只要是为天皇 对 我就没有个人意志了吗 我看过有就有一个就是当时战时的 那个就是在日本的就是父子通信 那个那个儿子是拍到前线就写那个宣传文书嘛 就是一个作家被逼去写就是宣扬他们这些战争的 他写信给他爸爸就说好像我也不是很情愿 然后他爸爸就是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农民就跟他说 不愿意就不写了吧 就是你就你不需要写假话 你不写也可以 就是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德国那个特别好 就是说给人家一个感觉说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希望 不是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有退路 不知道有空间的时候 在我们每一个个体面临那个选择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那没办法了 我只能这样了 那实际上他告诉我们你总是还有一点点空间 你知道我就觉得这个这个德意法 德日这个法西斯啊 其实我现在觉得他给我们人类啊 有一个最重要的 最最最最最切忠灵魂的一个教训就是什么呀 就是人的头脑 人的感情 人的信仰是怎么样被改变的 这个事太可怕了 你一遍遍看希特勒演讲下面这些人的狂热 对不对 你就这样 怎么这么一个优秀的民族 对不对 就是所谓吸取二战教训呢 我认为头一个就是这个教训 因为这个人很可怕 就你比如说731部队的这些 我就说那是东京大学 京都大学 精英啊 医者父母心啊 他们在家里是好父亲 他们在医院里是就此扶伤的 你甚至就是我认为他们在 看起病来跟今天日本医院里的医生 没有什么两样的 但是为什么 他是发生了一个什么转变 这是我最想知道的 就是到了731部队 就是说 哎 我们的大军要跟 要打到西伯利亚 那动伤的这个实验研究 啊 我们就用这些俘虏 好家伙把这个手放在外头 反复的浇上冷水 用这个木棍的敲 敲成像木板一样 然后再给你解冻 然后再给你解冻 最后呢 测试出来 就是说 冻伤了之后啊 最好的方法是 用这个流动的这个水 而且这个水呢 还必须是摄氏37.7度 可是这个呢 是反复用摄氏50度 摄氏100度 试验出来的 不断的试验 哎 那当他刚才干这件事情的时候 哎 这个就像徐老师中文系主任 他是医学系主任 这个医生哎 他当时心里是 但是他是怎么觉得顺理成章 这部片里面 他他有五个字 我特别震撼 他说那是一场科学的狂欢 他们把所有做的事情 认为是我是为了科学 而且到最后 他们在就是自己 就是正义化的时候 他说我跟美国试验 那个原子弹是一样的 我不认为有罪恶 我就说我在这个里边 我企图在NHK播的 这个片子里边 寻找到这个原因的 我只找到一句话 就是里边一个被采访者 现在还活着 他唯一为自己解释的理由 他当然今天知道 这是不对的了 但是他唯一解释的理由就是 那个时候都这样 那个时候都这样 都全国都这样 都这样有两个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 我刚才讲 就是其实他天皇 他没有像西方的那个政教分离 所以他的政治权利 跟宗教 他都是神教 就是天皇就有一切 所以他还没有宗教的 对人类这个东西没有 另外还有一个制药 当然也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日本在战争期间 这个信息的垄断控制 一流 你知道中途岛大战 日本不是四个航空母舰都打掉吗 日本人知道四五年投降都不知道 这四个航空母舰不见了 他就有这么大的本领 来控制他的信息 对 这个日本人对信息的控制 你说的这个医院 其实在日本的整个二战史上 那是非常重要 因为日本当时是陆军集团 跟海军集团 陆军集团呢 关东军这边呢 他们是认为将来日本的利益 要往北方去 那就跟希特勒呼应 打西伯利亚 他要真这么打的话 朱可夫后来 守莫斯科的时候 那个兵团就掉不过去 二战的结局怎么样的 很难说了 但是呢 海军集团呢 就是说我们要有油 你这个打仗要坦克 所以我们去 海军集团那个三本五十六的 最后日本是走了海军集团 打那个珍珠港去了 但是当时你看得出来 他花那么重金 在七三一部队 其实是牵涉到日本的 整个一个国家走向 关键还是一点 把国家意志 看作是世界上的最高意志 对 高于人道主义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我说 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应该做头脑简单的人 什么难得糊涂 我觉得应该做头脑复杂的人 所谓头脑复杂的人 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过很多问题 比方说 咱们两个意见可能不一样 甚至这种就是说 爱正分明是非 我们俩意见不一样 对吧 那么你错了 我批评你 这没有问题 但是呢 我能不能杀了你 现在叫拉黑 不是说杀 就是说什么是更重要的 就是说 你比如咱们强前三一行 咱们就是各种意见不同 意见不同呢 也许我气急了 我可以骂你 甚至我可以抽你嘴巴 但是我可不可以烧死你 你明白吗 就是你想过这个题 这里边 这里边是这样 你坚持你的原则 你可以做到的是 我就是想烧死你 这可以的 没有这份激情啊 事情做不好的 但是另外会有一个法律 就是说 你不可以烧死他 你烧死他 你自己也要烧死 就是你们之间的意见 你一下子转换了 你把我想不想烧死你 跟我可不可以烧死你 这是两回事 我觉得正常情况下是 我想烧死你 为了捍卫真理 但是我不可以烧死你 我说你们现在 谈的这个 真的要烧死 这个太极端 但现在的语言暴力 已经上升到 基本上可以把人给干掉 就是让他没法再活 我前一段时间 就是参加一个朋友 大家聚会 有些不认识的人 然后一个人 就是在那里说 因为一部电影 或者什么之类的 说谁喜欢的 我就去拉黑他 怎么怎么样 我是 战狼 就是我是这个自由派 你们谁 我说那可是 我说你的 有些原则的东西 我可能也认同 但是你 你这样的说法 不是跟你自己 反对的是一样吗 我都是基于这个事实 后来我妈发现 这种说话的时候 它是有一种优越感 它是认为说 我认可的这个东西 优过你这个 你这么傻 你就看不见 这个里面有种优越感 让他自己觉得很开心 我就说 为什么不能走到 对面去看看 我说我更感兴趣 是那个人 怎么变成他的 那个意见的 那个人不见得 说的教育比你低 不见得收入比你低 或者怎么样 所以我好奇 他为什么可以变成他 就是重要的不是beying 就是这个 你现在是什么 而是这个becoming 你是怎么变成这一步的 我非常好奇 优越感很正常 这个两边吵起来 就说明电影很成功 这个 但是你说这个 就是说 我有时候 我也是不能理解 某一种人类 就是比如说 像美国大选的时候 就是他们原来说 就是说一个家庭 你投希拉里 我投特朗普的话 这一个家庭就打起来了 这还好了 文革当中家里两派 你好派 我屁派 不同床了 对 我真的不能理解这个现象 而我就觉得 你看 做这个节目 我今天有时候 有时候接触一些大知识分子 我也不能理解他们 他们 你不然 他们会觉得 做人就是是非 首先要明是非 可是你看 我就发现 屁股绝定脑袋 我坐在这个主持人的位置上 我就老觉得你们那些观点之争 我有一种虚无主义的感觉 就是说 我说咱们是哥们 对我来说 你们的观点之争 能比咱们的感情重要吗 能比咱们友谊重要吗 你们那算什么呢 你这个就是是非 你的是非里边就是说 别吵起来 大家要宽容 这个就是你的事 要是这两个人吵起来 我跟宜君今天节目做完了 以后我们翻脸了 你就觉得我们是非了 你还是你的是非观 这就是原则 比如说 我认为坚持原则是对的 就是区区区区区一个战狼二 你喜欢 我不喜欢 咱俩要 咱俩 他就觉得那一种人 智力上的 咱俩嘻嘻哈哈的聊聊 不就得了吗 咱俩要杀了你吗 我觉得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能区区呢 这个创造记录啊 这个单 你对一般的观感 能把咱俩变成仇敌吗 我真 我不能理解 咱们先去这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就发现 我这个人是不行 就是真是没有原则 爱憎部分 你比如说 我跟我的朋友 我跟你说 你也可以说 我这个人就完全的 就是是一个什么呢 你比如说 我说我喜欢战狼二 我说我不喜欢战狼二 你说你喜欢战狼二 是吧 我看你要 你要有点着急呢 我说好好好 战狼二 是吗 你是这样的 我无所谓 知道吗 我们两个的有爱 高于 但我觉得我们人类的 有爱高于一切 但你会不会心底里觉得 这个人那么傻 我还跟他做朋友 会这样吗 无所谓 你没有智力 我跟你讲 我们一桌朋友 有的时候他们抬杠 的确有的人说 战狼二 就怎么怎么怎么 他吵起来 我扮演什么角色 你知道吗 好好好 好的很好 你买单 你买单 因为我的任务就是要让我们这桌人相爱 你明白吗 要让我们这桌人愉快的聊天 但这就是你的是非观 对你来说 安定团结 和谐聊天 没错 我才是观安定团结 吵起来 那就是非 我认为和谐社会大于一切 当我在你对面 我还是有一个非 就是什么呢 我觉得原则还是有的 不我有兴趣去了解 另外一个人 跟我不同的意见 为什么是这样 那么如果当中 有一些诉求是正确的 我觉得应该要考虑到等等 这个都没错 但当到一个事情 我们最后有一个关口 你非得要站出来 用行动去表明的时候 有时候我觉得 还是应该做 不是 我跟你说 你不可以完全没有原则 你可不可以让我讲讲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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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就是 不是 你看了 但是我让你讲之前呢 我还是要跟你说点别的事 就是说呢 我们上次聊过一回战狼二 李晶和潘彩夫 两位老师 还专门 还专门去看了 看了之后 那天李晶就跟我说 哎呀 有人骂我了 然后骂什么 所以我觉得 就是这样 我说我不是没有是非 我觉得我是对人有更多的理解 你比方说 其实很多事你可以多种解释 李晶呢 专门带着他一个小闺蜜 俩女的就去看 对吧 然后他讲了一些 他对这个电影的观感的意思 他不大感冒 好像两个人有点窃窃私语 是吧 后边人说 不是 站起来走 以为坏人打完了 不是 以为完了 以为完了 两个人本来想站起来 被后边一称赫实 坐下 还有彩蛋呢 就是 好 什么叫他去彩蛋 后面还有别的东西看吧 那意思是不是 后边还有点什么东西 就是说 他当时说这个话呢 批评他的人 显然是特别粉战狼二的 他们甚至就说 觉得你说这个语气 你怎么可以这个语气讲呢 就是 你把我们看的这么好的一个电影 你怎么可以有这种观感 可是要叫我说 你只要对人多一点理解 他未必是观点之争啊 但是个女性嘛 女性对这种打打杀杀的片子 如果不是为了做节目 这个李京平常 我就对我 我对你让给徐老师说话 我不说了 我坐在旁边一个女的 一路看的飞到几近 呼呼 就能怀怀 至少我是说 某一部分女性 战争不让女人走开 我不说了 我让徐老师说 某一部分女性 她本身看这种打打杀杀的片子 是因为我要做节目 我硬让她去看的 因为她平常不会去看 你知道吗 那你 她本身就有一种 对这种高爆炸性的这种片子 我觉得她作为女性观众 她就是有点不感冒 她平常不会看这种类型片 你明白吗 不 我看到的剧场里的女的 看得很起劲的 还真的当以为真的 就是一旦急的时候 全都惊叫起来 就是这么 就是很入戏的 你说说吧 这个战狼二 这个战狼二 我还特地啊 我这种人是爱国啊 就是特地跑到深圳 专门开车过去 为了看这个电影 120块的电影票 你要贵吗 这是爱国怎么能算钱呢 提钱 这个 这是最贵的电影票了 这香港没有那么贵的电影票 对不对 看完了以后呢 简单的说吧 简单的说吧 就是说这里边有两种不同的爱国 两种人 一种人呢 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戏 基本上是用一个美国梦的形式 演出了一个中国梦 就美国的方式的中国梦 那么因此呢 有一些人呢 爱国呢 就是因为里边有中国人打赢了 他就很开心爱国了 那另外一些人 不满意的人呢 他觉得这个中国人的梦 怎么跟美国的梦一样呢 我想起一个真实的事情 我有个朋友做餐饮业 他曾经有一度 跟我义愤填膺的讲 这个KFC啊 这个肯塔基啊 在中国赚了多少中国人的钱 而这种基的这个做法啊 就是又又是不是中国人习惯的一种东西 然后赚那么大的钱 他就设想 开一个类似规模的这样的一个连锁店 名字叫中华基 然后呢 所有的做法呢 你们不要笑啊 所有的做法呢 跟肯塔基一样 就是基也是转基因啊 做法啊什么的 然后每次买基的时候呢 你西方人是搞美国队长嘛 我们就搞水浒108个好汉啊 或者是那个老头的像 就换成岳飞的像啊等等 全部搞成一个中国内容的 吃那个葫芦肉 吃的东西呢 全部不变的 大热 大爆 他说这一定大爆 这个果子叫匈奴学 然后 哦对 不 anyway 就是说他这个想法 我觉得是很有创意 我不知道他成功没成功 但是在战狼2里 我觉得成功了 就是说他用了一个 中国年轻人喜欢的一个方式 其实这个方式是西式的 他不符合中国过去的东西的 但是他打的是一个中国梦 那么这里面就有两种 就是第一种爱国的话 就说好啊 你看原来我 我喜欢吃这个鸡 那就关键是你喜不喜欢吃这个鸡 你喜欢吃这个鸡 但原来我都是冲这个外国老头吃 嗯 现在我冲的岳飞吃 我每一口都在体现我们中华下 撞着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言 匈奴血 对不对 你明白没有 这样这个 很多人就 这次看这个电影 很多人就是觉得 满江湖湖是川菜吗 打是打的跟美国的一样 但是人是中国人 最后就是拿了红旗 说中国护照怎么好的方式 当然有人说用假护照 这个不对 但是里面解救黑人兄弟 最后还打败了一个西洋的人 大涨了志气 就是说本来你在滴滴血啊 什么那个美国队长里边 看到的故事 现在换成中国人 那这是第一批人非常爱国 我也非常同意 但是还有第二批人 他们本来就不喜欢吃肯塔吉 嗯 他本来就不喜欢这种 打打杀杀的美国梦 是不是就我刚才说的吗 然后呢 他就说 今天中国人也吃醉于 这样的一种稀释的吃法 也稀 那么喜欢美国队长 因为他整个这个戏的编导 下面技术人员 就是美国队长的原班人马 哦 他整个戏啊 除了导演 拍了个中国队长 然后他的整个艺术团队啊 都是美国大 互厨是肯德基 美国大片的那个实际的人员 全部都是他们技术上 所以拍的就是衣服不同 整个打法为什么看得这么过瘾 但是要是你这个人 本来就对这套打法不满意 或者你对肯塔吉不喜欢的话 你会怎么讲 你会假如说 你的叔叔家里的 你看到你的侄子子女 他们那么喜欢吃坑塔吉 你本来还可以批评他们 现在他们那么喜欢吃华夏吉 你怎么办 但是其实这种 在我看来也是爱国 但两种都是爱国 后面一种爱国 他就觉得 我们中华民族真是要崛起 不要学美国队长这一套好不好 对不对 那也是爱国 对不对 你给我提供了一个 这个 咱们先去下广告 请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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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许 许老师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 就是提供了我一个 开餐馆去了吧 就是我以前经常想 当我们在谈论 叫我们自己的 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个东西 比如说你在创 创作上 无论是文学创作 还是电影上面 当我们好 我们要我们自己的一套东西 的时候 你常常发现我落笔 或者我开始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人家的 我找不到 我要么就回归了 一直被洗的那种东西 要么就是找好 就好来 我们是到底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太久了 在您熟 您就您熟悉 这个文学里面也很久 我自己也经常就是看东西看多了 我自己的 我好 我找 没有 这个呢 你在文学上呢 你还有很多周展余地 嗯 但是电影就不行 因为电影是一盘工业 是一盘生意啊 票房就是一切 所以他现在这个成就啊 不管你政治上 怎么看 艺术上怎么看 全世界都羡慕 美国人都羡慕 你现在单单亚洲的 这是打进世界前多少名的 唯一一部亚洲电影啊 嗯 所以 在海外市场不是说一般吗 但是他总量啊 他现在 了不起就了不起 现在中国 不靠海外市场 嗯 他就 我们不理你们怎么看 你说我们狂妄之大 你说我们对外炫武 你说我们种族什么什么 没关系 我们自己的神州大地 就已经创造世界纪录 内需 内需 所以他们当然这个外国鬼子 肯定会颤抖了 你就 我看他们就说 发抖吧 对啊 英国 英国那个 有网民那个媒体 英国媒体 我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把这个 犯我强悍者 随远必诛啊 这个翻译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然后我因为我看着英国网友反应说 啊 惹你们中国的 打斗争 杀我们 他 他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 侵犯我们中国的 我那 那意思 但那个老外的理解就是 反我中华者 随远必诛 你不 你让我们不高兴 我们就要去杀你 这可不行 所以闹笑话吗 翻译 咱们前几年不老说 中国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东西叫 何为贵吗 不是以前 然后 那个 还经常 对 还经常以前说 就是引用一句 呃 那个 穆罕默德的话 叫求之不怕远在中国吗 以前对西方人 或者说对这个中东啊 对外部世界来说 中国是非常非常远 但他们一直认为 中国是求之之地 那是不同的时期 那是韬光养晦 现在我们已经崛起了 这个我跟你说 中国中华文化是 是多元的 中华文化什么都有 但是就 就跟电影一样 我过去以为呢 这个电影是文化产品 对吧 他呢 但是我现在发现 他确实有复杂性 我以为价值观是价值观 电影是电影 但现在我就发现呢 价值观也可以拿来 用作商业的这个电影 他不管怎么样 他畅销 他比美人鱼啊 比什么收声剂 人家觉得 他那边市ко